阿!上哥就上匿post ! 厘哥!八道尖度! 啊什么? 我已经忍好久了 你试过鞭打的支配有没有? 你理商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他说头发我都打掉光像我一样光 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搞搞搞 你想干什么? 叫你不要回来这里啊 想干什么 我肯定要回来啊 再回来啊 你想干什么 洗了过了 我过来8公斤 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这个才是第一边 我第二边 你看你那样 天天都躺在这里 我躺在这里关什么事 速度会交给你关暖室啊 等下把你那个零都归不了 洗了过了 二叔 干嘛 你去答应 干半个月了吗 没有啊 去的时候多帮帮拆拆 我都告诉你了 这个工作肯定会累一点 可是工资很高 你都吃不了谷的 没有工资了吗 要啊 要不然给你发工资啊 不要再关一下我你先坐那里 在公司我发点工资 赵公司 干嘛 你没干照过 过来发工资吗 赵公司先让一下 他先给我发工资 等一下你们再 躺的时候我躺 哎我坐的时候我坐 我到底要躺还是要坐 你走开我给他发工资 那么多我干什么 那我躺 别说我躺别 我坐的时候我坐 你们先别吵 等一下我发工资 等一下盖你高点 买冰冰水 去稍稿 要不是他们儿子的面子 我才不起来 行行行你先走 地方先坐点 来 过去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你先行 那就坐在这里也行 嗯 打印干半个月就干半个月回来 不要搞这个玻璃糊烧的 看这几天怎么干嘛 怎么发工资 几天也够吃饭的 几天也够吃饭的 嗯 五天 嗯 37.5个小时 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15块钱一个小时的 你不是说21吗 怎么变成15了 怎么有21 你说高工资啊 那高工资就是21啊 可是你 5天都回来了 没办法 扫也扫6块 那你也给我开18呀 我给你开18 本来说好的 21是15天 是不是 没有问题吧 嗯 结果你搞了个5天回来 嗯 那肯定要打折了 行吧 行吧就这样算吧 怎么能行 他说什么 你就说行行行 不要把他灌坏了 我们要抵抗 你知道吧 他那种不良的东西要抵抗他 你们老子行行行 都不懂 你说不行 他就这样一拿等着走了 发都发不了 那下次去的之前就跟他说好了 说到21啊 可是我我肯定不行 他是老板呀 不行他不给你发 这些那本子又走了 我给你 你给他发 这哪用来所赖 你又不给他发 在那里说说说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说 波哥也是很打说话的 我们都去蓬蓬有有 不敢有问题 哎 你去乱发吧 377.5个小时 37.5 从15等于562.5 工资562.5 嗯 保险60 没问题 1060等于3702.5 水电费95 怎么那么贵啊 你才5天 两个人住 两个人住 还一个他有女朋友 现在去他女朋友那睡 就我一个人睡 五天 我五天 我天天白天上班 我夜里就通了手机店 那怎么那么多呀 95 我不想跟你装这个 我直接给你看吧 不要等下老是说 波哥 水电费老是最高的 嗯 有没有问题 95 你那个电表是装我今天上面的不然每个人都是烤那么多 一个人能用95水电费 那个是装马达上面的 那你电表肯定更合格 什么 不关你的事我给他发工资 那我看的不对我肯定又说啊 我们也是 这个受害者群体之一啊 我给你给他发 嗯 那又哪在找呢 你除了这打人会别人吗 就能不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你做哈 胡夕 你这个人真的是新的贵了 你做的做好啊 听着耳似 下一个就是你了 下一个就是我 是不是把那个 六间宿舍的都加在一起都加在我 我这宿舍一个了 水电费是95块钱 没有问题的我刚刚也给你看了 可是 根本你上了五天班就有时到的 宿舍就在厂里面你怎么还能时到的你下来就到了 多疼啊上个厕所啊玩了几分呢 你准点啊不能时到啊 你看齐到了 好不容易赚了五十块钱 齐到了就扣掉了五十了 扣吧这个没害子了 因为迟到了 他几分扣的 你啥你想干什么 几分扣就说几分几分扣啊 我叫你不要打乱 我打什么乱我躺我都不停的 不要打乱了再踢一下等下你那种鞋 我都把它安排喽 三哥注意一下 十到五十 这个五十是不能扣的我帮你祸掉 谁说十到要扣五十块钱啊 那十到肯定扣啊 是你扣还是工厂扣的 工厂规定的 哪个原先名啊我都没有看到工厂的原先名啊 你这个人习惯你躺回去 要签名过五十换钱才成功的见效 那名都没有进去 挖在这里 干嘛写了五百 写五十那么少干嘛 写五万五千五千拉上去啊 要二神给你打一辈子的工 对啊 我都说了这个不过你的事 我给他发工厅 不是给你发工厅 你坐回去你的 你不要说让我这里听到呢 我这里听到 我这里又难受 我就想这里又难受 我都说了 你的工厅还有三百五十四点五元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今晚还干吗 不去了 发给我吧 你今晚不干那洪法帝要减二十块钱的租数费啊 337.5的 我知道零通不要了 发330 生命 每个人像来成这样子 不过你发大财的 以上我告诉你 这个不关你的事了 知道零通不要了 330 也知道你会扣掉 对啊 所以说自己 然后成个人情吗 他选择自己大方 让他说出来都不好意思 那我大方一点 我直接跟你拍340 可以吗 不要了 我归了个两贵五给你 那也行 我归了个两贵五给你哦 没想到这一招还可以哦 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 来给你一把 先发工事先给你一把 找了一下 不要跟他吵 看到没有 还不如一个 民事工 还老板 那五天还有两百多可以了 两百五个 就二百五咯 哪两百五两百四啊 二百四 三十块 来三十块 就差不多热在那里 有人把他做起来就秀 秀在那里 阿成你不能这样子跟你讲 以后 他就不上 我们就跟他讲了一心二蜀的再去 先领钱了再去上班 我跟你讲 已经跟他讲了一心二蜀了 你不要插嘴 哪里有人上班就先领工资啦 我帮你做完了 你就这个后那扣子 又给你扯不起 哎你不要不要我走了 来这里找 你找这个啊 我去选你 我不走 我不走 我就躺在这里 马车就快接过了 不叫 叫个毛啊 不叫出去 我不走 不叫你出去啊 我不走 我坐在这里 我不躺我不睡 天天都这样 走啦 打扰我们玩游戏 坐在这里 也说坐在这里 躺在床上也说 躺在床上 哎这种人 还要不要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一定贴了三四了啊 要我发工资 你不能打乱 我打什么乱 三哥 拔刀相助 松客收客 哎